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 金融市19后K时 提供80岁 以及原住民70岁以上的长者 施打疫苗 现场的阿嬷说不用等很久 感觉打疫苗的速度很快 方面上市暖暖区的疫苗施打店 定乡李明活动中心 市长利用伤 特别到现场与长辈们互动 了解施打状况 这些80岁的长辈认为 市政府的安排很好 打疫苗不用等很久 感谢市府防疫团队的用心 很快 你们进去 你进去 坐着都不用拎担 一时就好了 你住后就坐在那儿休息 休息三十五文件 就能离开了 很快 谢谢你啦 谢谢大家 大家健康平安比较重要 谢谢 谢谢 市长都辛苦了 我三 对啊 我三个 这好帅喔 真的 这好多喔 不要拎回最好 对啊 这个市长很用心 对啊 不要拎回 所以这种感觉 都差不多晚上两三点再久 哦 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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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多长者喔 在基隆打疫苗 大家都觉得很惊讶 因为看到电视喔 都觉得要等两三个小时 结果没有想到来基隆 两分钟就打完了 然后休息个十五分钟就可以离开 那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把疫苗的施打的意愿书跟评估书 我们事先随着里长送到家户去 那他可以事先填写好 填写好来到这个地方之后 我们工作人员只要确认 格式完整有签名资料也完整 然后就可以把资料收起来 这是跟其他县市很大不同的地方 也是在基隆施打的速度可以那么快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我们把前置作业的部分 都已经在家里面都已经事先把它完成 所以长辈来到这边一一一坐下去 马上施打他觉得怎么速度那么快 是大家觉得都反应很好 然后也蛮惊讶 速度怎么可以那么快 再来把镜头转到安乐区的六合里 这些长辈在施工的协助下 准备搭免费的接驳小车 到建德国小打疫苗 叫我给你打造的 开开 好 一直坐在这儿 炸起来 起来 来靠出什么 感觉 便宜 佐自由 看六合里的防疫转车 你就去 怎么去就怎么回 我有 有抓牌子 抓一個你給你的牌子 你就坐車給我看一看 我可以說有志工在旁邊穿這個衣服 他會給我服務 不然我旁邊有船水 帶一下 多好睡 老人家行動第一點就不方便了 在接種的部分時候 又怕他們因為周車勞頓 又因為像這陣子夏季的太陽大 怕因為曬太陽 血壓升高 而在注射疫苗之後 有不適應的狀況 所以呢 就剛好我有跟我們的志工 志工我們的志工隊長 黃隊長 這位黃隊長 還有我們學志工 共同就說我們 請我們熱心的人士 還有補習班 剛好有空檔 挨起來做這個公益的活動 我們的目的就是希望這次的疫苗專車 能夠在里面去 快打快回 讓他早點回去休息 讓這疫苗能夠發放這道功效 也感謝我們基隆市政府林又昌 林市長對民眾的貼心 安排了這麼好的場地 我們理長一定全力來配合這次 防疫政策同島一命 共同來抗議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導 而針對疫情的變化 基隆市長林又昌表示 基隆已經連續六天在武力以下 但是北北基桃是一個首都生活圈 不能分割 只要有一個城市沒有緩下來 我們就不能放鬆 我想這一陣子以來 我們基隆已經連續六天在武力以下 我想這個是顯示基隆的疫情趨穩 那我們要繼續加油跟努力 基隆市長林又昌表示 疫情雖然有穩定的趨勢 不過雙北加起來還有75例 因此他認為同島一命 全國應該一致 反對有的縣市三級 有的縣市兩級 要汽取其他國際城市的教訓 不能重蹈覆徹 我一再強調 北北基桃是一個首都的生活圈 那只要有一個城市沒有緩下來的話 那我們就絕對不能放鬆 現在整個成功市場的這個群聚的案件 沒有再新增陽性的這個案例 所以基本上已經穩定下來 那我們接下來呢 會在89位居家隔離的這個民眾 他在解隔之前 我們會重新再做一次PCR的一個採檢 那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預計在6月23日的零時 我們成功市場就可以解封覆市 我想這是一個好消息跟大家報告 這個人愛市場的這個疫情呢 基本上也得到控制 也穩定下來 那我們居家隔離的人數是有11個人 11個人 那我們也會在他解除居隔之前呢 會進行再一次的PCR 如果沒有問題 人愛不愛市場 我們預計會在6月的24日零時 來解封覆市 接下來我們要開放第三波 75歲以上 以及原住民65歲以上 高齡長輩的疫苗施打 那只要你是生日在民國35年 12月31日之前呢 都符合施打的這個資格 總計人數是9163人 我們預計要施打的時間是 6月23日 也就是禮拜三到6月24日 禮拜四這兩天 同樣的我們分為上午三個時段 跟下午三個時段 來進行施打 那也請各位長輩 能夠這個預先做準備 那我們會在明天開始呢 來發送施打的一個通知單 另外市長也強調 全國疫苗施打率要達到一定的比例 疫苗打的越多 解封的日子就會越早來 就是之前沒有疫苗可以打的時候 大家急迫的希望要施打疫苗 那現在疫苗已經逐漸的充足 國際認證認可的這些疫苗也逐步的到位 那在今天下午呢 這個從美國直送台灣 250萬劑的莫德納的這個疫苗也會到位 那所以我想施打疫苗 這是民眾的一個權利 尊重大家的一個意願 不過我還是要再次呼籲 有疫苗可以打的話 那民眾應該盡早的施打 然後產生這個你的一個防護的一個能力 我想這個對自身的一個安全 還有對這個家人的一個安全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呼籲民眾這個踴躍的來施打疫苗 記者黃日生採訪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全台第一座 同時也是造價最昂貴的 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在歷經35年後 建築物是老舊漏水 動線以及空間規劃也不符合使用 基隆市文化局就爭取了文化部 兩億四千萬元的經費 以美術館的規格重新翻修 預計明年二月完工 希望讓這一座基隆最重要的 藝文核心再展風華 施工人員忙著進行保固 在翻修前先把重要的文物保留 由1903年新建的基隆工會堂 改建而成的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白色的建築外觀加上宮廷市的內裝 完工當時成是全台造價最昂貴的文化中心 不過在使用35年後 基隆市文化局方面向文化部 爭取兩億四千萬元經費 將以基隆美術館規格 進行啟用後最大規模翻修 這個文化中心是1903年完工的 一個基隆工會堂 那我想非常多的基隆人 都對這裡有非常深刻的一個印象 因為它在1985年的時候 改建維權台灣第一個文化中心 那當時也是造價最昂貴的一個文化中心 不過35年過去了這個文化中心的動線 跟有一些漏水的問題呢 我們爭取了文化部的一個補助 大概有兩億四千萬的補助的經費 那我們花250個日曆天 來進行一個整建的工程 整建的工程在6月11號已經 我們已經舉行了開工的一個儀式 那希望明年的2月 能夠給大家看到一個新的 西隆的文化中心的一個美術館的意象 配合去年底開工的 演藝廳整修工程 這一次大規模翻修 將一至三樓一併規劃成展場空間 四到七樓回廊 則整建為新的修建空間 在保留全國為二的宮廷寺階梯的同時 將一樓打通 讓動線更加順暢 基隆市的文化中心呢 其實是台灣為二有宮廷寺樓梯的一個建築 另外一個建築就在圓山大飯店裡 那我想這個文化中心裡面的大樓梯 也是非常多人的一個從小到大的一個記憶 為了讓市區的動線能夠更暢通一點 未來的基隆美術館 我們會從一一路到中正路可以能夠得到串聯 所以中間的那個大樓梯會打通 那從一一路的民眾到中正路 就不用繞行外面的道路 那美術館也會更加的明亮跟整潔 整個工程預計在明年二月完工 在基隆市政府近年極力推動四港中心區 蛻變有城下 這座位於基隆市區的重要藝文核心 也能夠再展風華 記者張其團基隆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 基隆市議員林敏勳 特地媒合企業成城公司 捐贈十萬元給台灣礦工醫院 讓醫院直接購買一千個N95 醫用口罩以及一百件防護衣 力挺醫護人員做好防疫的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升溫嚴峻 基隆市議員林敏勳特地媒合企業成城公司 由董事長王文淵捐贈十萬元給台灣礦工醫院 讓醫院直接購買一千個N95 醫用口罩以及一百件的防護衣 力挺醫護人員做好防疫的工作 我們這邊特別感謝 我們暖暖在地的我們王文淵王董事長 特別慷慨捐贈 捐贈十萬元 贊助我們八篤礦工醫院 來購買這個N95的口罩一千個 以及我們的防護衣一百件 那真的是在為我們自己的八篤礦工醫院 來第一線的同仁給他們有更好的裝備 然後可以來守住我們疫情的第一線 那真的很感謝 因為他是暖暖在地的子弟 那長期關心我們暖暖在地的事物 那所以說這次他特別說要捐出十萬塊 我第一個想到就是我們八篤礦工醫院 那所以說這次很感謝我們王文淵王董 然後來捐贈 對於能夠收到對醫護人員最實用的防疫物資 特別是目前坊間有錢也不見得買得到的N95口罩 台灣礦工醫院院長李慶福也表達由衷的感謝 說實在這物資對我們醫護人員是蠻需要的 而且我們這邊也有照顧很多裝職的病犯 那我想也希望他們能夠早就康復了 那目前我們就贈我們那個員工的那個 有限的員工了 因為我們人真的是比較少一點 那我們盡量再為我們地區的民眾來服務 謝謝這次女士的健身 謝謝 市議員林敏遜也特別感謝企業主力挺基隆醫護的愛心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另外 藝人羅志祥結合了侯昌明以及曾雅蘭夫妻 製贈了兩台HNFC高流量的氧氣鼻蹈管全配系統 給衛福部基隆醫院 希望協助醫護救治新冠肺炎的病患 也獲得基隆醫院的感謝 新冠肺炎疫情升溫嚴峻藝人羅志祥結合侯昌明以及曾雅蘭夫妻 製贈兩台俗稱救命神器的HNFC 高流量氧氣鼻蹈管全配系統給衛福部基隆醫院 希望協助醫護人員救治新冠肺炎病患 因為醫護人員沒有得到充足的誤知 沒有辦法上場作戰 所以我們用最快的速度 略盡民國勢力 然後這一次基隆我們的護衛醫院這兩台HNFC 也是在意的羅志祥他的心意 所以他馬上就捐到這邊來 那他捐了總共10台 第一站我們就直接先送過來這邊 因為基隆是他的家鄉 他希望基隆醫院 基隆醫院院長林慶峰和秘書李林梅等人 也一起代表收下設備 感謝藝人們的愛心 那當然基隆是台灣頭 所以頭對了後面就會對 所以他們第一站在我們基隆醫院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各位知名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長林永昌 目前疫情非常的嚴峻 請大家一定要做好個人的防疫工作 把口罩戴好戴滿 並且減少群聚的活動 保持社交距離 避免不必要的移動 這就是把病毒傳播鏈 斬斷最好的一個方式 防疫優先 今天我們會嚴格執法 加強尋查 不戴口罩就開罰 口罩戴好你我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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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祠雲寺已有130年以上歷史 祖寺觀音佛祖 配似地藏王菩薩 已駐聲明亮 信眾遍布北部各縣市 香火相當鼎盛 此名寺的觀音佛祖 相傳特別的靈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乡客们也笃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 并济世督众 等等的一个状况 请立即拨打24276154 或者是1922 让我们一起对抗疫情 守护基隆 今年的雨水少 果蜜充足 马林的土蜂蜜是大丰收 而且采收出来的蜂蜜水分 含量刚好在21%左右 蜂蜜润喉清肺 就连造型像是蛋糕的蜂槽蜜 也大卖 上千只的蜂蜜 布满整个蜂槽 轻轻一捏 满满的蜂蜜在阳光照射下 晶莹剔透 像是黄金蜂蜜般 今年土蜂蜜大丰收 让蜂农好心情 蜂蜜 我们的土蜂是天气越好的话 采人蜜越多 因为它跑地望很长 地望很远 所以它今年的天气很好 所以它采人蜜很多 刚采下来的蜂槽 用刀子轻轻一刮 让人口水直流 平均一箱蜂香 有八片蜂槽 就能采收24斤的蜂蜜 加上今年雨水少 水分含量在21%左右 蜂蜜纯度高 产量是去年的一倍 我们这个是采山上的像 我们现在采的是 是树极 穿起是细微 4月是采树极 勃起的极 树极 5月是采那个 红蛋蜜 红蛋树 红蛋笔 还有现在是在 正在开发是九重树 九重树 除了蜂蜜 今年的蜂蜜也大丰收 造型看似蛋糕 因为具有青喉润肺效果 吃起来像是口香糖 香甜嚼劲 蜂蜜 像现在我们采这个 它是最天然的 蜜蜂 自己煮的蜂蜂 放进了蜂蜜 等到它水分干燥之后 就封起来 封存起来 这个是蜂蜜 蜂蜂蜜的效果是 我们平常都是 吃挖一小块 这样直接吃 吃了以后就是 可以润活 可以对蜂蜂 有煞菌消炎的效果 就像口香糖一样 对对 咬久一点 主要咬久一点 不是说把甜度 吃下去没甜的 就这样那很可惜 就是要慢慢咬 做主角 疫情影响 农场封闭一个月 但既有土蜂蜜 因为天气与水少 产量大增 也让农场 在不景气的行业中 算是一枝独秀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停扣在基隆振兵 渔港内的凯盛23号渔船 发生了火烧船的意外 基隆市消防局货报池员 出动了八辆水箱车 前往灌救 海巡署基隆海巡队 也紧急出航 在海上灌救 浓浓的黑烟 直冲天际 海面上渔船突然起火 火势越烧越旺 港内的渔船 赶紧把起火船只 拉到岸边 其他的船只也纷纷移开 让抢救工作能够更顺利 在加油是不是 没有哦 怎么突然起火 不知道啊 没有任何的加油情况 没有 加油站在那边 这里没有加油 所以当时船上有人就对了 在下面工作 在甲板工作 渔船好端端的 怎么会突然起火 18号上午10点 这艘凯盛23号渔船 不明原因 突然窜出火舌 包括金融消防局 及港梢都获报 派出人车前往灌救 连海巡队也出动 海陆同时展开灭火 我们到现场是有两艘渔船 在港中央 一艘拖着另外一艘凯 这23号渔船失火 我们请大家靠到岸边 然后再持之灭火 因为在港中央 我们消防局的消防证明 没有办法复免的事 目前没有人严商 有可能是机舱的部分吗 是从屋顶梢的 他们说从屋顶梢 所以现在还不到了解 还在了解当中 这艘船林超过10年的渔船 曾经花上千万整修 专门在彭家雨带 捕捞透抽小卷 所幸火势控制得宜 没有人员受伤 至于真的的起火原因 还要再进一步调查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疫情下的国山毕业生 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要带你来看 民船国中9年级的毕业生 作词作曲 期待给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台湾加油 民船国中学子 用唱的唱出新声 将老师赋予的作业精神放大 周姿瑜作词作曲 邀请同班的四位同学 各自在家入唱 运用在校所学的 资讯科技能力进行编辑 希望给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最大的支持力量 看到这个影片我非常的感动 尤其是我们9年级同学 在会考完以后 刚好遇到这样的疫情 那么他在家里面 他们除了会照顾自己 会自律待在家里以外 他们更重要的是 他们会想到 社会上有一群 在照顾所有的人的 这些医务人员 还有所有在家的人 他们付出他们的关心 在电视媒体及网路上 看到许多人尽自己所能 以真正物资 住宿及食物等方式 来感谢防疫人员及 医护人员的付出 身为学生的我 虽然没有办法 以上述的方式来表达 只能给予精神上的支持 所以我写了一首 送给防疫及医护人员们的歌 歌词里加入了 感谢他们的话 也阐述了大家的辛劳 也希望可以借由这首歌 让大家看见 台湾的疫情及防疫 资瑜的自创曲获得好评 全校师生 家长及各行各业工作的 毕业向友 纷纷热烈响应 民传国中 团结防疫 台湾加油的活动 辅导主任刘朱霖 邀请家长会副会长 来协助影片剪辑 真的要跟各位 一线的防疫人员们 说声谢谢 防疫优先是日第一 同时也透过孩子的歌声 为第一线的抗疫人员 医护人员加油 推动有序的防疫新生活 尽管没有办法参与毕业典礼 但这首来自第一线的坚强 将学子的心串在一起 把这股台湾加油的暖流 传递出去 台湾加油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再带一看台北市 目前开放网络预约 85岁以上的长辈 施打疫苗 市长柯文哲 暂时有86.5% 使用网络预约 其中的施打率高达 98.04% 台北市第一波 85岁以上长者 预约疫苗施打成果 86.5%的长辈 才预约至 且施打率高达98.04% 市长柯文哲表示 台湾要成为现代化国家 要相信自己的国民 这次的预约至成果 是市民的成就和胜利 未来施打年龄往下降 比例会再更高 这是我们 算是台北市民的一个成就 你知道 我们后来算一算 你知道 经过预约来 打疫苗的 长者三一三七零 三万一千三百七十人 那些在电视上 你知道 看衰 自己国民 网络使用能力的 那些名嘴 其实他们太低估了 整个台北市民的数值 这一次 比较精确 你只要上网医院 他就直接跟你讲说 几点要来 不像上一次还要在 还要在什么医院 打电话给你 柯文哲解释 网络预约的好处 包括保证在预约好的时间 一定达得到 长辈不用提前来等 医疗院所 也可以提前做准备 未来可能会增加 更多诊所 有医院参与打疫苗活动 场地也能更加便利化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 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 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 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